我在這邊動車 這是什麼 電路板 妳的菜是什麼 電池 電片 螺絲 還有咧 那些是什麼 塑膠 拿起工具 小心翼翼的將螺絲轉開 小朋友和家長一起 將玩具的塑膠外殼 橡膠輪胎一一拆解下來 分類不收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晶片 或者是像這個喇叭的部分 這個的話我們都是要留下來的 我們就是可以給醫生做修復使用 這裡並不是學校也不是夏令營 而是將被淘汰的玩具 再次賦予用途的玩具銀行 新北板橋玩具銀行為了延續玩具的價值 將民眾捐贈的二手玩具再運用 統計近年來的回收量 106年有6公噸 107年有11公噸 今年截至6月也有高達8公噸 而這麼龐大的玩具回收量 究竟要怎麼處理 玩具銀行提供的捐贈管道 可以直接郵寄或在合作的 Toyota汽車服務廠內捐贈 也可以像他一樣直接再來物流中心 其實當時就是整理家裡 然後想說把玩具不要當垃圾 看有沒有捐贈機構 上網查一下就查到 因為會這樣這麼久不丟的 像我這種人就是可能會有一點 不能斷捨離 可是我覺得捐出去 大家有看Toy Story嗎 就覺得有傳遞下去 我更能讓他就是離開我身邊 沒到暑假是玩具被捐贈的高峰期 佔滿一倉庫的玩具要經過工作人員 篩選分類清潔層層關卡 才能做後續的使用 玩具進來的時候呢 我們會有一個玩具篩檢的流 就是先初步的篩檢 那為什麼要這個篩檢呢 是因為有些捐贈的不是玩具 那我們這個時候 會把不是玩具部分先挑出來 損壞跟缺陷的玩具呢 我們會做為另外的運用 可能是一些裝置藝術 或是玩具拆解活動 那或是說有的玩具 他功能還很特別 或外觀還很新的話 我們就會請玩具醫生來修復 這一區就是我們回收到最大量 最多的就是公仔機器人 或是車車 這一類的玩具量最多 像機器人它其實很容易有缺陷 或是有損壞 所以其實在玩具提供上 比較困難 因為其實回來常常都是 這個已經壞了 沒有骨棒 這個不完整 然後你就利用它現有的 我們可以取得到的素材 那這個是我們常常吃飯 都會有筷子吧 就拿來用是這樣 當家裡的玩具 舊了或是有缺陷 一般人會選擇直接丟棄 但玩具醫生林玉婷 卻總能想辦法將破損的玩具 用其他材料修補重生 劍玉 回來的時候其實 這個當初應該是有被修過 所以它連這一顆球 和這個線其實都是壞掉 那目前我是找到毛線而已 只是這個棉線你要那個 這邊這個球要打結要打得夠大 應該是可以玩吧 我應該沒那麼厲害 玩具在物流中心整理之後 試用的玩具會透過行動玩具車 再往偏鄉地區 讓更多的年齡層朋友使用 部分的玩具也會在篩選過後 放進玩具銀行的玩具窩 讓民眾共玩 其實會針對玩具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會搭配我們玩具窩 我們會有每一季每一季不同的展齊的內容 看適合的玩具 我們會把它放進來 我老大現在快五歲了 他兩個歲我就跟他來玩了吧 對 這邊也有二手交換 因為小朋友不會去配合他是 新的還舊的 他換過來他就是覺得是新玩具 他就很開心 很好啊 就是可以再讓小朋友使用 然後玩具就可以再被使用 就不會被丟棄或什麼的 如果對玩具有需求的組織或單位 可以在官網上申請 一般民眾如果想要認領 也可以免費參加玩具銀行 在9月27日 9月28日舉辦的愛心市集 那我們會開放民眾 來自由認領玩具或生活物品 大部分以生活 因為我們回收到很多生活物品 但是大部分以生活物品為主 但是不免還是有一些玩具 在裡面貪入 但是不用費用 就是可以自由領取這樣子 你家裡也有不需要的玩具嗎 除了直接丟棄之外 或許下次可以考慮捐贈的方式 讓玩具的價值繼續傳下去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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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